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次视频 今天我们来做接盘侠 这个盘什么情况呢 不认盘是要做数据恢复的 这名网友跟我说是这样的 原始问题就是开机卡logo 然后找当地人处理后 就变成了不认盘 需要找回里面的文档 这个盘我看了一下 外观上看起来是没什么大问题的 那具体怎么样呢 我们先来上级检测一下看看 电脑呢我已经连接上了 可以看到直接一个空盘幅啊 短接呢都不识别的 按道理来说呢 这种盘如果是调固件的话 短接呢是可以识别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处理过哪些地方 刚才呢我找了个料板 偷偷对照了一下 发现了几个不正常的地方 这个缓存呢已经歪掉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的锡呢都已经爆出来了 然后这里呢 这应该是三个保险了 然后这里呢就被替换成了一个电阻 这边呢应该还有两个六脚管的东西在里面了 然后呢也没有了 然后这边呢一个保险也被换成了一个电阻 其他地方好像这边还有一个金镇 这里已经被拆掉了 其他地方暂时没有看到什么问题 应该就是这几个地方 这个缓存有问题 金镇没有了 保险换掉了 然后这几个六脚管也没有了 我们从料板上把这几个管子给它搬过去试一下 这个缓存这么装呢肯定是会有短路的 我们先把它干下来 扶正一下看看 这些键呢我已经全部给它补上去了 并且这些电阻啊我已经给它换成正常的保险了 接下来嘛我们来连机试一下这个情况怎么样 这边呢我已经连接上电脑了 但是呢还是一个空盘呢 我们来短接试一下 短接呢是可以直接进到room模式的 证明主控呢已经开始工作了 应该还有一些地方工作不太正常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这些补过键的地方呢 我又偷偷的测量了一下 发现呢有一个缓存的供电它没有出来啊 这个缓存的供电呢是由这个六脚管产生的 刚才呢我又拿了一块料板仔细的研究了一下 发现呢这两个六脚管好像型号不一样 这边呢是一点供电都没产生的 这个电感呢是通向这个缓存供电的 然后这一个呢是调节缓存供电的一个六脚管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正常的呢应该是TV这个吸印了 然后这里呢不知道换成了这个什么鬼 这里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反正呢就不是同一个型号的六脚管 我们再把这个六脚管给它换过去看一下 能把电路搞成这样的呢 肯定是一个惯犯来的 这个呢不用怀疑了 花了一点时间呢 我已经把这两个六脚管给它换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供电呢已经有1.35V 是已经轻松恢复了 但是呢它这个缓存 原机的缓存是已经坏掉了 然后这两个滤波电容也是短路的 我已经把它给抠掉了 现在呢应该不缺供电了 我们现在只能再找一个缓存 给它干上去看一下能不能行 这边的缓存呢 我已经给它换过了 并且电容呢也补上了 这边的电呢量了一下也没有短路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吧 如果还是不行 我也不知道坏了哪里了 直接通电 哎呦 可以看到 分区呢已经全部识别出来了 像这一种情况呢 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这个盘呢应该不太稳定啊 待会用PC3000给它做个镜像看一下吧 这边的镜像呢我已经给它做出来了 这名网友说呢文件在桌面啊 但是这边很奇怪啊 这个桌面呢我全部都看过了 好像都是空的 正常来说呢桌面会有一个desktop.ini的配置文件在啊 但这里看了一下好像根本就没有啊 因为这边的文件呢 也四大皆空了 所以呢上家非常自信的给它报了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但是作为接盘侠的我呢 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啊 因为之前呢也有网友GU盘或者硬盘过来我这边 结果一读呢全是底层没数据的情况 当然呢这个也有可能是我技术水平不够啊 读不出来也是很正常的嘛 如果说上家之前维修硬盘的时候换过料吧 那你不修了 上家把上面的料拿走 用于回收成本 那也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以我个人的一点点经验来说呢 类似这种情况 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动主板的 至于为什么上家要搞这么大动作呢 我也不得而知啊 随后呢我跟这名网友确认了一下 这名网友百分百肯定桌面是没有动过的 不过回想一下也对 这名网友说机都开不了 并且外接试过也是不行的 所以桌面嘛肯定也是进不去的 但是镜像我都做好了 我肯定是不可能这么容易放弃的 于是呢我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方法验证 这边竟然名处找不到嘛 那么就再找一下 按处看一下 直接开跑 这边呢我随便跑了一下 可以看到 这边的文档呢全部已经出来了 这个应该就是桌面上的文档 为了保险起见呢 我又用Alo Steel给它收了一下 Alo Steel呢也非常轻松的找了出来 但是上面的文件呢全部是打叉的 打叉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被删除掉的文件了 但是按道理来说 这个硬盘都坏了 这名网友呢也自己尝试过 能不能进这个硬盘 肯定是进不去的嘛 能进去的话 那肯定也不会去送修了 至于为什么能在暗处找到这些文件呢 我也不太了解啊 我只能说这个硬盘的桌面 它自己想不通了 反正呢我的任务是完成了 文件拿出来呢也是没什么问题的 那么本次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